本周最强大脑中嘉宾罗振宇竟然称主持人蒋昌健为老师 因此许多人非常好奇罗振宇蒋昌健什么关系呢 真的会是师生吗 据悉当年罗振宇还在念高一的时候 蒋老师恰好从师范大学毕业 在他们学校实习 蒋老师还给罗振宇上过课呢 两人回忆起三十年前的事情 仿佛至今历历在目 蒋老师更是在那个时候就对罗振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鸣嘴遇上鸣嘴 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曾经的师生同台令两人也是感慨万千 蒋昌健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 大学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 1988年大学毕业后 蒋昌健回到安徽 在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 1990年考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 读研期间他也是过很多实习机会 包括上海几家企业 1993年参加新加坡电视广播局 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 在以人性本善为议题的决赛中 蒋昌健以思辨身份做总结陈词 最终复旦大学队战胜台湾大学 取得最后胜利 蒋昌健则获得了最佳变手的称号 蒋昌健是跨学术传媒两届的学霸 他非常儒雅 是很符合最强大脑气质的主持人 他的嗓音属于男中音 且很有魅力 作为变手 他此分锐利反应敏捷 他有一种气势 人格里有一种从容 给人感觉似乎他要比其瘦小的身体大上好几倍 有趣的是在节目现场 蒋昌健老师还对郑宇兄弟进行了智商考察 逆天的数读题目 让罗郑宇和江郑宇齐呼 要不我们就用一个答案吧 反正也答不对 此前罗郑宇曾参加奇葩说 可是节目中他演说的说服力就大减了 在会不会做单身妈妈这个辩题时 他大谈家事 沾沾自喜的说 爸爸是最没用的母音用品 尽管用尽 女性是比男性高一个维度的生物 永恒的女性带领人类前进等赞美 但仍被观众批评为直男癌 合理化 三偶是育儿 某一期不给别人添麻烦 是不是美德的辩论中 又再次招致不少观众反对 蔡康永代表正方观点 认为所谓的麻烦 是你要求的东西超过了人际关系的亲密值 罗郑宇却大谈人 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要敢于求助 相当于发行社交货币 最后苏友鹏一语中的 罗老师说的东西听起来很正确 但没有逃离康永哥讲的大范围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不应该添麻烦 而不是不应该建构人际关系或是求助